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导览剧场。 今天我们要到国宝迷宫去探险。 迷宫里有好多各式各样的宝物等着你去发现哦。 准备好了吗?请安静坐好,影片要开始咯! A.R.T. Adia 翠玉白菜 好棒哦,跟真的一样。 还停了虫 不会吧 你要去哪里啊 这里是哪里 好暗哦 怎么会有这么多宝物呢 看我把你抓出来 刚刚明明看它躲进这里的啊 小朋友,你在这里做什么? 怪老头 什么怪老头啊?真过分 我是乾隆皇帝 这座国宝迷宫的收藏家 国宝迷宫 国宝迷宫?收藏家? 对啊,你看到的这些国宝很多是我的精心收藏 而我的后代子孙们也收藏了许多宝物 宝物太多了就会变得像个迷宫一样 有时候啊 我自己也会迷路哦 啊,对了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哦,我叫阿迪亚 我是跟着翠玉白菜上的虫跑到这里来的 什么?那只中丝跑进来了 那我可得赶快把它找到 还给翠玉白菜呢 它刚刚跑进这个奇怪的柜子里 可是我打开来却找不到它 真奇怪 这个不是柜子 这是我的多宝阁 是我用来收藏古董宝贝的玩具箱 多宝阁? 多宝阁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明明知道它里面放了许多真腕 可是却不一定找得到打开的方法 像这样 门里还有门 这样不但可以收藏东西 本身也是个好玩的玩具 有趣又实用的 哎,陈龙爷 他又逃走了啦 小意思 多宝阁 快拦住他 我觉得被拦住的是我们 没这回事 我们快追 不好了 不要让他飞进画里 飞进画里 天呐 好长的一幅画哦 哈哈哈哈 当然了 这是我的五位宫廷画家合作画的一张画 是模仿宋代清明尚壳图的 清院本清明尚壳图 要是把它拉直了过 足足会有三层楼这么高哦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么大一张图 我们怎么找到一只中丝咧 没问题 这幅清明尚壳图 这幅清明尚壳图 我熟得很 怕躲不了的 这下我们也得进去找他了 进去 人怎么进去画里 马迪亚 准备好了吗 怎么准备 什么 怎么进去画里 哇 是结婚的队伍耶 迎娶是一生一次的大事 当然要好好的热闹一下 你们现代的迎娶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表姐上个月结婚也是这样 好多人好热闹 只不过轿子换成了轿车 护送的人也都坐在一步接一步的车子里 还要沿路放鞭炮呢 就算有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还是要开开心心的庆祝啊 那里 中丝飞进花轿里了 来吧 跟我一面吹 一面换进去吧 嘿 阿爹 在那边 你好漂亮 祝你永远幸福 鞭炉爷 我吓到人家了啦 我相信 他永远不会忘记 你给他的祝福的 可是中丝又逃掉了 我们继续往前找吧 哦 好大的房子哦 状元集地 这是状元住的地方吗 是啊 所有的状元都是在皇宫里有我亲自钦点的 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啊 这四根 这四根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状元祖的特色之一 一看到四只旗杆就知道状元住在这里 啊 啊 中丝在上面 来 我们快爬上去抓他 您确定吗 前龙爷 又飞走了啦 又飞走了啦 你准备好了吗 又要准备什么啦 我没有一次准备好过啊 啊 哈哈哈哈 这下可抓到了 前龙爷 您真是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现在 中丝已经听我的指挥了 接下来 只要找到翠玉白菜 把中丝送回去就好了 那前龙爷知道翠玉白菜在哪里吗 当然知道啦 翠玉白菜 呃 当然就是跟玉放在一起嘛 飞啊 嗯 咦 怎么回事啊 哇 啊 我们要掉下去啦 啊 哦 原来是中丝口渴啦 哦 这个盘子里怎么会有水呢 青铜盘在古代就是用来接水的器具啊 不同的造型就有不同的用途 前龙爷 这些是什么啊 这些住在上面的名文 全部都是有意思的 像这个 说的是女儿出嫁的事 这个是记在两国之间定契约的事 定契约 那为什么重要的是 要住在青铜器上呢 啊 那是因为青铜器是很贵重的东西啊 除了用在礼乐祭祀上之外 也是身份地位的表征 秦龙爷秦龙爷 这个又是什么 好像是张脸哎 没错 这是寿命文 在青铜器上常常可以看到它 上面的纹路是古人想象中的一种神兽 用来与祖先和众神沟通 传说中有一种神兽叫做饕铁 非常的贪吃 看到什么都会一口吞下 秦龙爷 怎么了 这是真的神兽啊 中司快飞啊 快点 我们赶快来弄点音乐吧 啊 为什么要音乐 因为这只神兽听到音乐就会安静下来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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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插着我 不是啦 青铜器除了有石器酒器礼器之外 也有乐器 让我们去找青铜乐器吧 哇 好多的青铜钟哦 古时候祭祀祖先或宴会都要演奏音乐 而钟呢就是最主要的一种乐器 这些青铜钟通常都是以一整组为编制的 嗯 我试试看 记得 越小的钟 音调越高 要敲钟的下缘哦 成功了 太好了 希望她能好好睡上几年 我们出发去找翠玉白菜吧 希望这一次不要再走错路了 不会啦 诶 好大的东坡肉 太棒了 好痛哦 这肉怎么那么硬啊 谁告诉你这是肉了 这和翠玉白菜一样都是玉石 但是 利用原料的色彩琢磨出栩栩如生的作品 可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啊 我看看 既然肉行石在这里 那翠玉白菜应该也在布建才对 哎呦 这不是乾隆爷吗 乾隆爷大驾光临 不知道有什么事啊 啊 我帮你送你的钟丝回来了 哎呦 他又跑走了 真顽皮 真是麻烦你了 青龙爷 你也要感谢阿迪亚 是他先发现你的钟丝跑掉的 也谢谢你了阿迪亚 你真有心 哎呦 我的钟丝触角怎么断了一截啊 啊 哎呦 我笑到你们了 其实他的触角很久之前就断了 我不知道是哪次搬家的时候撞的 还是他太顽皮自己不小心碰断的 总之啊 恶护我们这些老古董 真的非常不容易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爱护 才能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哦 嗯 我会的 很会说话嘛 翠玉白菜 刚刚 你竟敢吓我啊 那 我就先把阿迪亚送回去 阿迪亚 准备好了吗 嗯 我这次真的准备好了 好 翠玉白菜 要在国宝迷宫里和乾隆爷好好相处哦 嘿嘿 哇哦 小朋友 国立故宫博物院 就像影片里的国宝迷宫一样 藏有许许多多令人惊奇的宝物呢 但是这些宝物都非常脆弱 需要我们小心呵护去保护它们的安全哦 刚刚我找到的翠玉白菜 还有沿途看到的各种文物 你是不是也能找到它们呢 快快出发 到故宫进行你的寻宝之旅吧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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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